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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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衰老了 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李岳仁和的梦想 只能托付给魏来了 来人可是中都载大人孔秋 在下正是 请随我来 孔大夫 你可上堂再拜 中都载孔秋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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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秋大人到 主君驾到 孔秋大人到 孔秋大人到 他说 你任中都载不过一年光景 使中都的面貌大变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君上 魏臣说过 如果用周礼治国 一年可有小成 三年必有大成 寡人希望 你能将自己的主张 推向整个鲁国 臣不在其位 不无其政 这个不难嘛 寡人给你必要的名位就是 季氏亦如平子大人刚死去 现在 嫡子季孙司 已继任国相 大司徒 但大司寇的位置还空着 三环都想推举自己的人担当 寡人倒想把这重任给你担当 求德伯财遣 愧难圣人 寡人支持你 让你和你的弟子 重整鲁国 推行李治 改变现在你所说的 君不君 臣不臣的现状 你敢吗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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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总主 陪上的小奴隶逃走了 什么 谁 林子大人 平日里最喜爱的贴身小奴 齐斯公 那个小家伙 父亲临终前阻托我 一定要让他陪葬 快去追回来 诺 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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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站住 站住 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 如果人们不犯法 是因为他们奖礼仪 知廉耻 有品格 那不是更好吗 选贤能 修信用 贼不做 谋不用 人不但只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 也爱护别人的 男人安本分 女人有归宿 不论是孤儿寡母 老弱病残 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 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才是天下大同啊 老百姓的 ass Sequence 老百姓的队长 老百姓的队长 老百姓执逐 老百姓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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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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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别开门 我出去快开门 开门呀 开门呀 快开门呀 快开门呀 妈 大婷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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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出去就是半天 我和母亲好等 也没吃饭吧 一定饿了 别怕 你是谁 我 我 我是七司公 孩子 父子 杨辉 快请医师过来 诺 快去 快叫医师来 这是怎么回事 父子 父子 我在路上看到祭福武士在追杀这孩子 就把他给救下来了 他是济世陪葬的小奴 祭福的人正在到处搜捕他呀 父子 要不这样吧 我想把他送到魏国我七兄那里 以免连累大家 不 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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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孩子留下吧 见一不为 吴永也 可是 这恐怕会得罪季大夫的 子鲁 你做得对 站住 干什么 你谁呀 我是毕义司马 宫山纽 给我送 宫山大人 父子 父子 空丘 你想干吗 有人报大司徒家的逃奴就藏在你这里 如果今天不交出小奴来 只怕日后见了大司徒 你不好交代吧 空大夫 请借一步说话 空大夫 我也厌恶三患地跋扈 我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你我可以话敌为友 联手合作 居住三环掌控楼阔 你看怎么样 给个花儿啊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时间不早了 大人 请回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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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夫 眼看着就要取行冬季大典了 可是在冬季之前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昨日鸡人来报 在十支准备献祭的雄志中 有一支作为首宪的常伟志 竟然啄光了自己的志伟 所以今日想听听各位大夫的高见 是否有必要将此次祭祀停止 我这是延期 我这是延期 站住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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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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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你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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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这边这边 你不用看吧 这是鬼 那边这边这边 我有话说 书孙伍夫 你说 我以为 冬季乃一年终了 国家大季 不能延期也不能停止 他着断自己的尾巴 当然预兆一种天意 所以 不应再以此治为限 否则 就是对神灵的大不敬 所以我认为 尽当遵从天意 放生这只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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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秋 你看呢 军上 卑臣极为赞同 淑孙大夫的意见 那 各位大夫呢 卑臣等 也赞同两位大夫的意见 既然各位大夫都这么说 那么好 这只雄志 就放回山林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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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上 卑臣有话要讲 请讲 军上 卑臣祈求 在我鲁国彻底废止 以活人陪葬的恶所 军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卑臣 今日要为一个小奴请命 哪个小奴 就是他 为何他也想起来 伯父 这不是你们家逃走的小奴吗 卑人陪葬员是谷礼 你不是一直主张恢复谷礼的吗 大司徒 请你赦免他王 不要用这小奴为已孤的瓶子大人殉葬 以人陪葬员是谷礼 你不是一直主张恢复谷礼的吗 大司徒 请你赦免他王 仁者爱人 以礼杀人则非礼也 殊孙大夫 你能仁慈地对待一只雄志 求拜请你 也为这个已失去胳膊的小奴 讲几句话吧 我们今天谈的 只是关于冬季之志的问题 这与人殉之理无关 错 大有关系 礼经说 天地间人为贵 用活人殉葬是残忍的露锁 本朝自文武周公以来 早已废止 我鲁国乃周公顾礼 礼仪之邦 我们理应变古改制 推陈出新 对 说着 君上 各位大夫 恐求在此 冒死请求你们 赦免了这个小奴吧 赦免了他吧 赦免了他 恐求 季平子大人临终前有遗言 要求以生前所爱者为训 让这小奴殉葬并非禅人 反而正是体现大司徒 对父亲的孝心和爱心 公山大夫 公山大夫 丘知道 大人作为家臣 侍奉平子大夫多年 丘还听说 借平子大夫生前常说 他是离不开你的 对啊 没错 既然你们如此情深意后 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 又岂能少了你的陪伴呢 如果大人愿陪平子大夫同行 那丘就赞成让这个小奴 随你殉葬 你 给个花啊 你 你荒谬 看来大夫 并不愿意做这个陪葬者 那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君上 微臣的话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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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夫子言之凿凿 我看 可以 可以 就放了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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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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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别哭 起来吧 起子公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哭 我真的可以留在这儿了 好了好了 今天难得 好 好 喝点吧 好 来 子线 波牛 跟我拿酒去 来过来 来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他们全都是你的兄长 他们都会照看你的 知道了 福子 我知道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福子 真是想不到 济世竟接受了你的倡议 酒来了 来 你呢 我拿这个 坦杯啊 来 喝 来 不辣 辣服了 军上 孔秋在鲁国得到重用 治理鲁国 恐怕会使鲁国强大 威胁到齐国呀 鲁强必为奇幻 百年以来 我历代齐军最大的梦想 就是吞并鲁国 打开西进中原的通道 孔秋智鲁已初见丞相 军上 我们何不设议会盟 以祝贺鲁国礼制为名 邀请鲁军 孔秋赴齐鲁交界处甲骨会盟 孔秋知闻而不武 知理而无勇 习间我们可以挟持鲁军为人质 以此要挟鲁军和三环 从此听命于齐国 好主意呀 李大伯 你可修国书一封 邀请鲁军与甲骨举行会盟 前使宋王鲁国 诺 这甲骨会盟 是我任大司寇后第一件大事 荣辱得失 关系重大 杨辉 鲁军同意你任我方私理 一切仪仗应对 要保证两国地位对等 诺 子龙 副子 你跟子龙是我方可以配件上台的人 要谨慎保护军上 一方不测 诺 远求 夫子 你先前往甲骨 观察蒙台附近的山形地势 召集处可以隐藏的地方 这是要做什么呀 夫子 夫子 左右司马到 参见大司寇 请 这次惠盟地点是齐人定的 这块山谷野地 兵家称之为绝地 我想让你们领兵车随行 在惠盟地有所戒备 大司寇 臣虽忍却 大司寇 听说大司寇 正在毕业 和公山纽进行相设选试之礼呢 好吧 那我去拜会两位大人 夫子 你看 毕业到了 驾 驾 我来 你 老大 是 你 你 你 这个 是 你 大司寇 有 你 不是 你 设准 请 齐鲁之会来国之大事 请大司徒批准司马 派军车随位鲁军 以赠国位 要多少胜 五百胜 这是一次友好的会盟 为何需要出动这么多军队呢 周公有教 凡文士者 必以武士备之 其乃虎狼之国 多年来 想吞并我鲁国 不可不防 以武备之 好吧 那咱们就 比试比试设议吧 夫子请赛 敬酒一杯 你若赢了我 兵车给你 五百胜 射礼一开始 请上射台 君子无戏言 赢了就给你 输了 一剩你也拿不走 别反悔 好 好 新阵 则见证 告诉我 大司寇新官上任 心气很高啊 你那座碧役 城墙高过十八尺 化地为牢 善理私行不说 还横征暴廉 此为你的领地 却名不聊生 磕正猛于火 大司徒 竟能眼见 心不见 好 敢问 季孙大夫 鲁国当今是何君呢 其实 季氏应当忧虑的敌人 当在自家的萧墙之内 好 我听说你没有父亲 这么好的剑术 哪儿学的 我先父是个武士 不过他去世得早 小人好学 并无常识 全在自己 好 季氏应当忧虑 好 右 端于左 成大司徒礼让 你此番会忙 何以给你五百胜 你找他要吧 龚山娘 何为国家 饮有军队 军队由谁来供养啊 不是你的鲁军 而是我碧役 对 是我们碧役 对 我的冰车 凭什么白给你使用 难道让我的军队 和西北方去吗 在意吧 走走走 看 我说话也未必管用啊 调兵的军令我会下达 不过 剩下的事 你要自己看着办了 参见军兴 上 下 親 你让你驻 你都有 要不 suffered 能吗 哪 我是 泥 早就已经下达了嘛 你马上准备 按第二套方案 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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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齐国带来这么多兵吗 是不是有什么不轨之途啊 君上放心 臣有所准备 好 齐主鲁克 鲁军远来 有劳齐侯下台营亚 君上 不能愚俊将规 有请鲁军登台 君上 碎环 赢 孙为公国 齐为博国 以周礼 恭请齐侯 落台营亚 我齐国乃盟主 岂能 慢待贵客呀 来 君上 齐鲁乃亲戚之国 鲁军前来愿与齐军携手重定 兄弟之盟 请 请 请 陸国愿与齐国 以礼相待 勇气干额 齐鲁两国虽然是异姓诸侯 实则为首族之邦 结盟之后 两国合体无间 如同一国呀 李大夫所言甚料 四海之内莫非王土 率徒之兵莫非王臣 所以 两位君上都有为周天子 守土之责 二位君上 臣有一议 两国定盟之后 齐鲁为结盟之邦 有互助之责 齐国日后对外有战事 鲁国应该出兵车五百胜 加盟作战 好 此意不错 两位君上 微臣也有一个提议 这次惠盟之后 齐鲁即即为盟邦 那么 臣赶请齐国 归还三十年前占领的 鲁国的问上三成 我看 也不是不可考虑 君上 君上 君子无戏言 言必信 行必广 来 感谢齐君承诺 还我师弟 干杯 空秋 我看你们君臣 今日是不想回去了 看 离开 明天 叶辉 巨虎在上 这次陆军前来盟会 是为了和平而来 所以只带了十胜战车 但鲁军为戒备蒙地平安 在远方也备用五百胜兵车随护 是否有必要招持到台下 竞技一搏啊 你们看 军上 我等带领先锋之上 以尽数到达 后边还有五百胜 也已到达甲骨之边 听候大死口调遣 李大夫 难道你要让这甲骨 变成杀戮的战场吗 作为盟主 如此对待盟友 将来还有其他诸侯 相信齐国吗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撤兵 神明的手提供 神明的手提供 这个手提供 也许是 我用结盟好 我能够一百辆牛车 竟然下飞了齐哥的五百辆战车 夫子这回出了个奇招 兵与正合与其胜 夫子可就是这么讲的 快走啊 快去喝酒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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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太子闯京秦宫 和军上又争起来了 军夫人全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看到军夫人哪 那可怎么办呀 真是几次人了 不行 先回宫吧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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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夫啊 我快四十了 做太子都做了二十年了 你已如此苍老 魏国也暮气沉沉 难道你还舍不得撒手吗 魏国的恐秋有一句名言 为女子也小人 难养也 国事 怎么能由女人来插嘴 让女人来操持 夫人回来了 啊 啊 哈哈 郡尚 太子有何要事 这样唐突求见 公山纽托人带话 不是问你 哦 是鲁国 既是的家臣公山纽 不知何故 想要投靠魏国 拆人来探口风了 难道我们魏国 成了书破烂呢 所以 我才没有答应啊 公山纽准备投奔报效 为什么我们不能收留他 收留公山纽 对魏国的将来没有好处 公山纽侍奉鲁国济世多年 济平子对他不保 给了他避一不说 还免了他多年的税赋 如今他进结交一帮背叛旧主 如此反复之小人 谁敢用他 我可以驾驭他 你先驾驭好你自己再说吧 鲁魏两国一向相依相存 如果我们收留了公山纽 不就得罪鲁国了吗 你有没有想到 稀有强大的晋国 难有称王的楚国 我们处四战之地 失去友邦孤立无援了 怎么办呢 出去 下一次可别再 如果再有下一次 你就不再是太子了 太子连这些厉害关系都看不透 我怎么让他执政啊 把孔子请来吧 他可以辅助交诸位公子 魏国就可以无忧了 那孔秋他肯来吗 孔子一直怀才不遇 在鲁国的仕途受三环制约 也障碍重重 这聘书表示我们重视他 他来最好 不来 鲁国也会重用他 鲁国强大可以制衡齐国 也不坏 这是什么 卫国和齐国都送来的国书 我们再不用夫子 别人可就要用他了 只是不知 诸位爱卿意下如何呀 等等 这个除神来历不明的庶子孔秋 君上你在一年之内 把他由一介不一 先提拔为中都大夫 再提拔为大司寇位列鲁国上卿 现在还要重用重用 君上还打算把他捧上天吗 此次齐鲁会盟 孔秋收复师弟 养我国威 举国上下无不传颂 孔秋虽出身庶民 但你先父已承认 他是宋国公卿之后 有贵族血脉 他不费一兵一族 讨回了师县多年的问上三成 他虽然一介不一 却有一套以礼治国的施政理想 先父过世后 大司寇已让孔秋做了 彼人就再把这个国相 也让他代理了吧 他日走报周天子 我就只留个大司徒一职吧 国相 好 没想到大司徒是如此的让贤 好 实在是难得呀 当此国家多事之咎 正是用人之计 不仅孔秋 其一般弟子 也大有可用之才呀 孔大副 你这都是周朝的旧礼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伯父 你说恐灸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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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人了 在街吧就割了你的舌头 滚 诺 咒 咒 这是我为你心调的黑漆 绝对不怕水的 你试试 很好 夫子 我整理好了承报宫里的文书 你阅下吧 好 好 供不了 备车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有急事 要连夜进宫 你醒醒 供不了 行 你别碰我 朽木不可刁眼 由他睡吧 夫子 你忙了一天的供事 还要连夜入朝 太辛苦了 为了鲁国的生命设计 再累也值啊 夫子 要拆除三家城墙 会不会即使三城反叛 别胜不测啊 要铲除三环的势力 是时候了 要拆就得快 夫子 我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 是啊 夫子 这样实在是太冒险了 你还是在考虑考虑吧 还考虑什么呀 说了 兄弟们 我的先生资产大夫 有两句名言 你们都要终身记取 狗立国家 生死一致 世 不可以不弘意 忍重而道远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 不仅是为了眼前的成败 代国相孔秋觐见军上 明日朝会 为臣要提出徽三都之意 什么叫做徽三都 我周朝开国时定有礼制 诸侯贵卿的惨意 所见城墙不能超过十八尺 就是为了防止大富门 日后庸城自大 各自为政 近几十年来 三都竞成了家臣的私产 城墙也越修越高 因此 微臣提议 削掉这三座高城 打破格局 自食体大 这可是一梦妖 你有胜算吗 要做到万无一事 否则 它是会出大乱子的 臣来是补了一挂 向此为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便挂正是赏级 要强攻势 就必须一大富便加尘 让他们群龙无首 好酒好肉的招待我这个小侄 谢大司徒 谢大司徒 说来就来了吧 多狠哪 灰三都 拆城墙是要挖了我们的根 恐求竟然要削渡我们三家的彩衣封地 你说我们的封地 我们还有封地吗 孟家的也许还姓孟 你树家的封地是姓姓呢 还是姓猴 碧衣还是我的吗 孔秋要拆 好啊 那是在帮咱们呢 伯父 我们该做何打算 老子说过 将欲取之 必先欲之 还是 直指孔秋 回三都 快点再快点 下半夜一定要感到故意 必须读身将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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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尊武大夫领帝的叛臣侯帆 已逃出后翼 叔尊子高的军队 现已顺利占领该城 好极了 就应该这样 打他个措手不及 人祝贺代国相 施政马到成功 来 韩杯 今日我们喝他个一醉奉修 慢 事情还没有完 侯凡这一跑 必有后患 那就快让叔孙子高拆成吧 防止叛贼卷土重来 来 我来时看到山城大军 你的城外扎营了 你的避疫 很快就会被医的平地 你现在啊 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来拆吧 都城屈腹 就一定会空虚 那我就趁机先返 直去都城 少死恐求 Oczywiście 做尊重 这两个人 得赶紧的 来 甚至最后 有没有 你本的有些人 要上驾驭却 打 mint 还是更坏 再抓到 是 游戏 公盃 快快成完 抓住龙君 他空枪都在了 抓住龙君 杀死龙君 赶走三环 杀 杀死了 杀死了 龙三九队 吴军不在公中 在哪儿 討县向姬府放下逃跑了 还不快去找 先走 快点走 走 这关键时刻 记打四十从哪儿去了 他出城狗猎去了 军上 跟我去 军上小心 不要硬拼 坚持一个时辰 把判军引到吴子台 诺 即使狩猎 可真会挑时候 不许狩猎 国军恐求三皇你们听着 今天我奉瓶子大人在天之命 把你们这帮逆天叛道之众收之浪 收 给我上 被人居民叛道 公团队 武装部 穿和战修 可真会 武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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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尼 武装局 武装局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正向城外淘汰 伯父 伯父 屈服急报 正如你所预料的 宫山鸟已被击溃于吴子坛 那还等什么呢 出兵立请宫山鸟 不不不 出兵立请宫山鸟 宫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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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诚意不能拆 为什么 诚意是恶手齐鲁交际伤口的城堡 是要塞 立高强是为了防御齐人 拆不得 你这个人怎么出尔反尔啊 亏三都 当初你不是同意的吗 你让他把话说完 恐求取回问上三成 三成原来是你纪家的才艺领地 可还给你纪事了吗 没有 归鲁宫了 恐求退三都 从后裔赶走了侯帆 现在的义仔是谁 是恐求的弟子子高 那碧翼可回到你纪事手中了 也没有 现在鲁宫任命的碧翼大夫是子禄 怎么样 再拿走我的诚意 也由鲁宫来控制 请问 我们三家还有一片土一做成吗 二位大人 难道你们真想把鲁国交给鲁君主 交给孔秋吗 代国相 大司徒有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请稍等 我去通报 父子 这可是孟氏和书氏的马车呀 宗主 孔秋秋见 宗主 孔秋秋见 我见 他们都在里面呀 喂 父子 这可真是孟氏和书氏的马车呀 我 我认识 父子 父子 来来 喝 来 放上 不多快点啊 马上 马上 大家都听我说 拆了这三国城 咱们全鲁国 就都是一家人了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父亲 父亲 齐军离边境还有多远 不足三十里了 但是齐军派来了使节黎楚 还带了礼物 礼物 什么礼物 七国五亿八十人 明居百余匹 那黎楚怎么说 他说 必须霸出恐求 远夜进宫 觐见军上 驾 带国相到 军上 不能撤 三成一收回两个 岂能功亏一篑 你知道吗 黎楚领齐兵三万 就在边境最岸 随时可以冲过来 一旦和诚意里应外合 我们将后退无路 惠三都是定好的国策军上 知识人人 你杀身已成人 不可以求生而害人哪 战败了 谁还在乎你有没有仁义 世上只有成败 仁与不仁 那只是说辞 你忘了吗 先军昭公被桑环联手赶出路国 流亡到死 要是桑环和寡人翻脸 寡人的下场恐怕 会比先军昭公还惨 军昭公 不要再说了 白日以来 寡人一直是支持父子的 济世也是如此 昨晚他连夜进宫找到寡人 听得出是话里有话 挥三堵挥到成义那儿 却使得齐国趁虚而入 押上了三万大军 挥出了一个天下大乱 孔秋啊 孔秋 孔秋 有时候 你应该学学寡人 装点呆 买点傻 你的师尊老子不是说过吗 无为方能 无不为 孔秋啊 当今之事王刚失序 天下纷乱 可你还是要一意孤行 推行李悦仁义吗 就惭愧 一无所成 那就索性放弃吧 明觉者功弃也 不可久居 那弟子何惧何从 毕竟不能像葫芦一样 挂在门楣上 无用于事 无用 安之不是大用 弱则胜 柔则存 天下莫若于水 而攻坚者莫之能胜 上善若水啊 先生威言大义 无道一意观之 先生的道 是大象无形 超然物外 不限于世间 而我的道 则在人间 那就不要在意 天下的误解吧 负者赠人以金 我没有金子 就赠你这几句话吧 负者赠人以金 负重大计已经完毕了 给贵族们分鸡肉了吗 分了 已经分完了 按照你的吩咐 唯独没有给代国相 孔秋加送 父亲 喝点吧 别等了 今年的鸡肉 不会送来了 大人 什么事啊 父子说 他想夜见国君 军上哪有时间见他 叫他别想了 这样 你把这个交给他 别说是我给的 就说是军上 让你亲自转给他的 孔秋是个聪明人 见到这个 就什么都明白了 诺 我这就送去 还有这个 够你买块好地了 回家吧 明白吗 明白 谢谢大人 来啊 把启国送来的马 都拉回马厩去吧 要下雨了 谢谢大人 诺 把马牵起来 送回马厩去 父亲 龚伯良回来了 君上 还让他送来了这个 玉君 父亲 君上为什么要送来这个 绝者 绝别也 是有人要让我走啊 是君上亲手给的吗 他说是的 父亲 供伯良把东西交给我 就走了 他说他以后不会回来了 你 找个机会 把这丁记命还给陆军吧 父亲 这灭是礼乐的象征 一直是你最珍贵的 已经是身外之物了 主汀 主汞 等雨停了吧 不存心会 找到你的弟子们吧 照顾好你们的母亲 ess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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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绝不 叶辉 你看 前面没有平坦的道路 也没有富贵的生活 只有大爷苍茫 你不怕 你不怕 告诉我 我究竟坐在哪里 要弟子直说吗 当然 夫子错把自己的全部理想 都寄托在了鲁军的身上 夫子 你曾经对我说过 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 那么就应当去改变自己的内心 好 说得好 求人得人 有何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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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来了 夫子 我和阮球也没有公职在身 我们的交来好了才能动身出来 所以晚了 是啊 夫子 你看 我们把公联回车都拿过来了 夫子 没有我 谁来给你驾车 再说了 出远门 有我子洛在 看谁 看这夫子屋里 是啊 夫子 想不到她的呼噜声 比我还要大 我们走 魏国特事在此 本使收魏国国君和君夫人之托 欢迎孔夫子一行来我魏国 夫子沿途 对我们魏国的印象如何呀 比起魏国 魏国人口众多呀 是啊 人口这么多很乱哪 不好治理 那你说 怎么治理才会不乱呢 要让百姓富足 可现在富足的人不少啊 社会并不安定啊 那是风气不好 要教化人们 好啊 好 夫子是大辱 那就请夫子在毕国开堂社教 寡人在南郊 为夫子批处血管 每年给你六万袋肃米 够用了吧 谢君上 寡人 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呀 夫子 夫子你看 我们魏国地处四面受战之地 那些个邻国 哪个不想吞掉我们魏国 所以寡人想请夫子 帮助练练兵啊 小人流亡之人 何敢言兵啊 不过寡人倒是听说 夫子颇善治兵打仗的呀 如果君上问小人 祭祀礼乐之事 小人略同一二 君荣征战之事 则非小人所擅长啊 好吧好吧 寡人不强求你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可得答应啊 微臣是客 息听遵命 寡人的夫人男子 想见见你 夫子就不要推脱了 诺 不如不见 夫子可知道 这位君夫人名声补驾 那女人虽然美艳无比 可她是个妖姬 在魏国声名郎吉啊 夫子啊 你不了解这个女人 过去的故事吧 这个男子啊 原本是宋国公事之女 他在宋国与宋公子相好 出过丑闻哪 别管这些闲话了 你知道现在魏国 是谁当家呀 当然是我们魏军了 我看不是 魏国内政很乱 正出多门 我看魏国真正当家的 还是这位男子 这个孔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管人家的 不过是个落魄的父子 满口礼悦的书呆子 一凭一剑交情乃仙 这个孔秋是个有本事的人 你要好好待她 我还想着 有一天请她做我们小公子的夫子呢 我已经答应她了 每年给她 你怎么看她 六万弹素米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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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кв 叔叔叔啊 伯父 杭 guilt 恩 嗯 请夫子先就坐 请稍后 君夫人这就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君夫人这就过来 微臣孔秋拜见君夫人 你就是著名的夫子孔秋吗 孔夫子 请坐起来吧 谢君夫人 听说你常讲人者爱人 是吧 那你那个人字里 包不包括像我这种名声不好的女人呢 听说你在碧国传授诗 是 小童也爱读诗 有一句话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请问夫子是什么意思啊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 君子好美 但求之以理 在诗三百篇中 有好多篇是关乎于男女情爱啊 是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 就是琴思深深 而没有邪念 我自幼喜欢诵读诗篇 不知可否扮你为师呢 我在魏国受了一个新学生 名叫布商 这学生虽然年幼 却是个神童 他跟我学师很有见底 魏臣可以推荐他 来办你读诗 朝中大臣 纷纷议论你游说君王 以礼让之国 你那套行得通吗 能以礼让之国 是国家设计 人民之福 有什么难处不能克服呢 礼法丧失 国家就会混乱 男人的本性 就是贪财好色 为此真的头破血流 这也是天性 要克服 难了 正因为难 才能考验出君子 夫子 你真的把做一个 品德高尚的君子 看得这么重要吗 我的信念是 赵文道 细思刻意 夫子可否留在魏国 我们再见面 魏臣不变 不变什么 又何不变 魏臣从没见过 如此豪德 又好色的人 刘鲲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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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uition 他人也许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 但未必能体会 夫子在痛苦中所领悟到的境界 我们看来该离开魏国了 我们看起来 这里迟早要打乱 大家跟上 快到了 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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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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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